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后找出Google Map都没帮我出我找到 是吧 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建筑 咱们就经常讲到说以人为本 就往往有的建筑非常漂亮 但是呢它感觉像是个迷宫 像咱们来这上班 我看公司比增加一倍的人手 咱仨都得有个人领着 走走走 上厕所都得有人领着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因为它呢它不像是比如说医院啊 那就像公共建筑啊 它会路上有个牌说这个是往哪 这往你们就我们这是没有的嘛 对 所以你得认你得知道 基本感觉是007的后半段 对对对 不过也好吧 这个我觉得不会传染这个H1N1了 因为人与人不是那么拥挤了 咱们都可以离得远一点 哎 我跟你们讲 这个最近啊 H1N1防病药诀 有关方面已经下达了啊 叫不接吻不拥抱男女见面光傻笑 不上床不同房 关键部位要设防 情要人一须笑 没眼可以使劲抛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躲地震 今年这个时候 我们在家里头躲流感 去年这个时候没事别待在家里 今年这个时候没事别待在外头 去年猪是坚强的 今年猪是疯狂的 可是可是我不懂啊 你就算如果真的要搞又怕的话 那不就戴口罩也行啊 哎呦得了 戴了口罩kiss 我跟你讲 前两天我们还说 美国感觉啊 你像那个NBA比赛 他们就说两万人在这场馆 怎么也没什么人戴口罩 感觉美国人挺大意 实际上我觉得不是 给你们看这两张照片啊 你瞧这是在国际会议上 好像英特尔有关的国际会议 这主席之间呢 你明白吗 这是美国人新的 真的是不拥抱 不接吻 不握手了 叫做鸡肘 现在这么打招呼啊 改变人类交易方式 你再看下面 有点难度啊 你看 这在在在美国的中国孩子吧 可能是 你看 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示 撞肘 怪不得这两天 科比跟阿泰 整天这么撞来撞去 科比跟阿泰 NBA NBA 原来是表示友好 是吧 没错 打得一趟糊涂 对对对对 可是我跟你讲 这美国也很奇怪 你说这个怕不怕流感啊 很多在美国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 后来他们在那面念书啊 教书啊 他们就跟我说美国人 好像你没感觉到像 尤其香港是特别敏感 对不对 你来到香港就觉得香港 真把这个当回很严重的大问题 美国一般没这个感觉 他们输出 输出病毒 还输出病毒 然后你问他们怎么不关心这个呢 因为我想啊 是美国呢 现在对这件事的态度啊 就是有一些政治人物 有这种解读 就是说因为前几年 不实在的时候呢 就是很夸大恐怖袭击 那么把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 然后呢 你知道通常一个政权 他遇到压力的话 比如说遇到外来危机 他会把它转化成对自己支持的力量 这个叫恐惧的政治嘛 你老百姓现在本来都怕外头一个什么东西 对 那我现在就有有好处了嘛 捞政治有水了嘛 布什那时候就这么干嘛 然后他们说现在美国人对这个东西有点厌倦了 就觉得你任何人说有什么危机 他都觉得你本人觉得你在夸大 但是啊 我倒觉得今天说是那个日本 西里跨车又发现一百多宗 一来一百多个 一百多宗 你知道吗 我一个预言啊 我不敢预言了 我是从我个人的生命轨迹当中啊 我发现有些事啊 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这边就是有点像这次初期啊 这一点蛛丝马迹 这一两个好像也没事啊 那有十几个好像没事 香港围京酒店围了几天 放人一些零散的事件啊 但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灾祸的前兆 就是这样东一头西头东一头西头 我到现在我都认为没什么事 但是我觉得往往也很有可能啊 哗啦潮一下子就蔓延开来 你觉得有 是陈奉富珍 陈奉富珍说就是说现在很平静 但也许这个病毒是给我们人类一个宽限期 不知道这个宽限期到底多长 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暴风雨前期的平静 话听的蛮可怕的 因为因为以前很多规律就这样 历史规律以前的大规模的流感爆发 通常就疾病都像你刚才说那样 就以前艾滋病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一点那一点 那么到后来才一下子出来 那他一下子出来呢是怎么样呢 就可能第一轮呢就现在大家比较松懈 就会发现他不容易让人死 对他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的 致命率很高 哎呦这真是 而且也现在也有死人的嘛 主要是墨西哥 这个事情 但这个名字有点问题 我总觉得现在太绕口了 这为什么不弄一个简单 你看这个名字很麻烦 怎么多 H-E-N-E 这是比较科学的名字吧 因为为什么呢 比如以前流感的命名 以前六几年有一回香港流感 那以前流感的命名的方法呢 是根据他从哪被发现 或哪先报道 像西班牙流感 其实本来不是西干牙先来的 但是他是在西班牙先被报道了 所以叫西班牙流感 那么这回呢 一开始也有人说不如叫墨西哥流感吧 但你知道现在的局势跟三十四十年前不一样 大家会说 你就歧视我墨西哥人啊 墨西哥前阵子不是还跟中国 差点闹外交风波吗 就说你在歧视我啊 就墨西哥人现在已经担心了 说你们这到最后就隔离墨西哥得了 我们简称墨改算了 墨改 简称子墨得了 对对对正好 这个简称好 我们建议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好处 让我们大家就是注意 简点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 你比如说容易传播的这个地方 好比说最近我就发现了 有个别官员嘛 你爱去这个洗澡什么的 洗脚什么的 这也得小心啊 这是很密切的接触 而且这一蒸气呼呼呼的 对吧 你知道最近出事了吗 怎么了 我先给你们看 最近在我读大学的那个省份 湖北省出了一个阿娇 此阿娇不是比阿娇啊 这个阿娇叫现在叫巴东烈女 那么你先看看他的照片 这是阿娇 据说现在这个阿娇呢 在精神病院 不是 这个 据有关报道 不是 是这么回 这阿娇 阿娇的包里发现了 治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药 你知道最近在网上吵得厉害 这里边涉及到湖北省 巴东县 野三观镇 你知道吗 我看到之后很有感觉 为什么 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的足迹啊 曾经到过那 大学在A师嘛 湖北西部嘛 不是 大学毕业 我就失恋了之后 我就流浪了一把嘛 我就从厄西走到了湖西 那个时候我记得野三观镇 野三观这个地方 我到过那 当然没去洗过脚 你的足迹到 就是没洗足 没洗足 但是这次呢 这个巴东县 他这个县里有这种什么 招商的那种 反正算官员吧 招商的这个协调办 有这么一人 你听这名字叫什么 黄福智啊 还是什么的 邓贵大 这么三个人 吃饭喝酒 到了八点多 然后呢 咱也知道常见 这玩意喝完酒 晚上不能就这么回家呀 折腾车腾去吧 到哪啊 雄风宾馆 梦幻城 雄风宾馆 梦幻城 这个名字真好 雄风宾馆 洗脚的 对吧 导演不让我说了 说一让我去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雄风宾馆 对我刚才的名字还说错了 这个县里的招商什么什么协调办 他一个人叫邓贵大 这没错 另一个人不叫黄福智 黄福智是咱们发行师 黄德智 黄德智 还有另一个人 一个叫贵大 一个德智 对 这个民间的名很有意思 但是就去了 雄风宾馆 雄风梦幻 孟幻城 是个洗脚的地方 大概是上边也能唱歌 然后他们夸拉进了一间洗脚房 然后我们阿娇 邓玉娇 正在洗衣服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过这个视频 他就是一个 还有视频 当地的电视台 这次可火了 就赶快去拍 一个沙发 一个电视 旁边 他当然比较简陋 照咱们看 就是一个木头的 这么 就从你到这 你们俩这么大 一个木头的枣盆 咱也不知道平常里边怎么玩的 就是说木头的 然后就进去 这先是黄德智 我不懂 我没洗过脚 洗脚要那么大的盆吗 他们不知道是洗什么 就是洗澡 是吧 那像是个澡盆 像个澡盆 脚盆 脚盆 澡盆好像我见过的都小子 是吧 没错 反正就去了 黄德智 我估计也要不说 他们也喝点酒 你知道吗 人家就说了 从猴子变成人需要一万年 但是从人变成猴子 只需要一瓶酒 有时候这个做干部 谁要守酒戒 你要守酒戒 你知道吗 黄德智进来了 一看阿娇 洗衣服 黄德智就说 特殊服务 不不不不 他怎么在这里洗衣服 这是一个 对啊 这谁知道呢 整件事都很怪 对 这是一个服务场所 你怎么叫洗衣服呢 镇上的这种梦幻城 算了 他跟那个大城市的正 蒙幻城 他喜欢自己的衣服啊 谁知道他洗谁的衣服 那就洗衣服吧 行吗 黄德智就说 别洗衣服了 特殊服务 就一来就 就这么说 特殊服务 这个时候邓贵大上来了 就是所以侮辱人的这一幕 发生在这 人家阿娇猎女啊 子是不干的 然后邓贵大拿出一达子钱 这是报道上的描写啊 就 就说 就那你意思拿钱砸你 我有钱 为什么不干 然后呢 发生了肢体冲突 当然很多网友啊 把他想象成 说是是不是强奸 这个还有待公安进一步调查 反正呢 就是说 阿娇要起来出去 邓贵大和黄德智等人 就帮机把他推到沙发上 而就要再起来 就又推 你一起我一推 如是这般 我们巴东猎女啊 当时 叉一下子刀出鞘 怎么会有刀呢 水果刀 水果刀 还有一说叫 身上老袋的水果刀 还有一说叫什么刮脚刀 什么的 反正一把刀 卡拉OK的 带什么刮脚刀呢 什么叫刮脚刀 水果刀吧 修脚刀嘛 修脚刀 两种刀的说法 这我没闹清楚 反正是说水果刀 但是 这个这个这个 扎的可是真够狠的 这儿中刀 右胸中刀 这儿中刀 这人可能中了 谁啊 谁中了 三四刀 邓贵大 邓贵大 死了 你知道吗 死掉了 脖子的动脉 划破 被被被刺破 然后这个右胸 扎多神 你想这个 一扎下去之后 右肺扎破 致死原因呢 就死了 死了 当时黄德智在旁边 这么这么干嘛 黄德智也被刺伤 另一个人被吓伤 就是吓呆 吓呆 就这仨人 当时这女的干完这事之后 打电话 给公安还是派出所 就说我杀人了 就夸一下 这这这这几天 你们不知道吗 轰动性的这个事情啊 怎么都没词了 你们给吓呆了 杀死掉了 杀死了 但是后来就是说 说在她的包里 发现了有致抑郁症的这个药 就是怀疑 因为咱们现在不能瞎说 就是怀疑这个女孩子 是不是她患有某种 抑郁的这个症状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说 说你不能把她说成是这个精神病 说她这也是正当防卫 你这么三个大男人 这么对待她 要她什么特殊服务 因为你如果说是有意图强奸 对 就比如说她强奸 真的要强奸 她是可以反抗 我觉得她是有自卫的 其实里面最关键最关键 就是说你能不能证明 她这个男的是要强奸她 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前拍她 带侮辱性的话 她到用刀来防卫 这个这个司法上 但问题是他们已经 是不是要把她按住啊 或什么 那就等于是要 这个有没有衣服啊 什么诸如此类 这个现在各界压力很大 我就看当地县里的公安局 也是说说很多媒体说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 就说我们现在说的 就等于是迫于压力 因为太关注了嘛 我们只是根据现有我们得到的证据 做这么一个公布 那个意思啊 这个案子最后审结了 可能那才是权威性的事实吧 就现在我们只是知道 这么一些情况 所以我就觉得你知道 在那样一个地方啊 这就让人们想起啊 很多这个县城啊 很多镇上 这种法郎啊 这种洗澡的地方啊 洗脚的地方啊 那是什么一个风光 徐老师对这事好像挺熟 不 你别 你别 你别把 搞得那么可怕 好吧 全中国那么多洗脚中心 都有这样的场面 不把人家吓死了 人家有很多 都是很正常的嘛 对对啊 对不对 哎呦 但是 但是我因为我从来没去过洗脚啊 我你们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流程 洗脚从健康的意义上来讲是挺好的 你看我不能讲 这个已经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了 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国的这一种的这个文化工业 我们如果说广义的文化 这个洗浴的这个文化 现在是世界上非常特别的 你很难找到这样的 你洗澡 但不是日本 日本也洗澡啊 日本泡温泉 泡温泉 但是日本你要 你泡温泉已经很贵了 你要是温泉完了以后 你还要去做一个 这个按摩的话 贵得离谱啊 他们开玩笑就是说 不按身上痛 也按心痛 就是非常 中国呢 这是第一是大量的廉价劳力 第二这个叫扩大内需 就是自己 就是真的 而且很有效力 你去过最好的情况下 中国最好的情况下 是非常干净的 可以全家进去的 像拉斯维格斯 对对对 就是说里边可以上网 看电影 打球 那整个过程就泡着脚啊 不不不不 我跟你讲啊 这事我干过 就是先拿一个盆 里边还有什么中草药呢 你知道吗 就是你先泡 把你的脚给泡酥了 泡酥了之后呢 然后就这么给你 给你这么捏啊 你知道脚上有108个穴位的 但是我编的树啊 非常多的穴位 脚关系到你的 就是身上哪一切 我知道 这个脚底按法 你这个地方你疼 就说明你肾虚 你这个地方你疼 就说明你心虚 它有很多脚 是吧 按着按着 那按着你舒服吗 舒服都能睡着了 大红灯笼高画画 看过没有 看过 多多多一敲 你看这什么待遇啊 咱们现在是先抽鸦片 再敲 好 咱们现在先去一下 凤凰洗脚城的广告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讲这个软实力啊 还真是就东方的很多玩意儿啊 它有一种让你这个销魂 疏骨的这么一种东西 中国文化一直有养生之道 就是这个不单是为了身体 它一定要 中国的这种 现在这种洗油文化 我这一直搞不懂 为什么没有人在拉斯维尔 是开一家这样的 洗脚城 就是说这不是单单的洗脚城 就你可以说就是康健啊 因为它里边远远超出洗脚 也超出按摩 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他们也很新的水疗啊 对对对 就是SPA这样 它可以用很多推荐 这个是中国用洗脚为核心的 但那也不单是洗脚 还有全身按摩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什么东西 发展到极端 我有一个哥们 你知道他都有一次说 没想到你洗脚 能洗恶心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说他去洗脚 然后这么捏儿捏儿捏儿啊 他突然发觉大脚趾快睡着了 大脂的软乎乎的 然后呢 他一看 这女的把他大脚趾在嘴里损 哦对 我知道这种特殊服务 我还写过 这应该是特殊服务 就是有这种 有些盲人按摩 就是你给多点钱啊 就让他可以舔你的脚和舌头 因为我这种心态完全是 我完全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 我跟你说 我发现很多西方朋友啊 也无法理解 但是到后来被成功软化 我有那个什么法国朋友 到中国来玩 你说我觉得这个跟文化呀 跟什么可能有关系 他们一开始不太习惯 有一个人这个跪式的 拿着你的脚放在腿上 就给你给你那么那么 他不太习惯 我到现在还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第一次人家帮我这个按摩 那个是是是个男的 就帮我按腿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非常非常难过 就非常不习惯 接着你就习惯了 接着你就觉得 而且现在说实在话 刚才讲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真的我们要讲一句套话 真是少数 大部分现在大厂子是很健康的 真是家庭娱乐的 而且是有很多医学的道理 有很多很多 在某些方面 你也可以说它是社会不正常 你现在到了 尤其是内地的各个边缘的省份 比省城下去 晚上你去看最漂亮的建筑 都是跟喜遇有关的 而且最漂亮的建筑 你说都是那种很很没特殊 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 有很多是没有的 OK 但是为什么这个 你不能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反有一般规律 一般规律就像香港一样 一般规律就是比较小的 比较差的就会有 比较装修的好 可是刚才那个沐焕城 那个邓贵城 他一进去 他那句话是说 你这洗脚的 你还没特殊服务吗 他就觉得理所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不对啊 人家现在有的 网友就提出来了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正规 邓贵大 什么黄德志这些人的眼里 女人就是妓女呢 看见一服务员 而且我们在这里讲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有多多少少 中国人现在从事这个行业 他们干净的 不能够一有洗澡洗浴 你就说人家好像是在做这个行业 我跟你说 100个里面90个人家 是在做的很好的事情 看出来徐老师 可是我想说的 不不不不 这个是一个我们国家 现在大量就业人口 也满足了很多人 不过我觉得呢 就算是有人提供所谓特殊服务 我一向是觉得 性工作都不是问题的 但是你也要人家同意 对 但是起码要有人同意 现在问题在哪 就想要问您不出 走向2010 他凭什么认为 第一 所有在这种场合工作的 有没有